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牵动很多人的心 欧洲那边各国已经做好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准备了 而我们的邻邦韩国最近跟美国正在紧急磋商一个新的协议 他说能不能提前两三年把驻韩美军的经费给交了 为什么韩国真是被特朗普吓着了 众所周知美国在日本在韩国都有大量的驻军 这个驻军是要交钱的 以往每隔两三年韩国就要和美国重新商议一下驻韩美军的费用问题 而本来还得过两年才到期 结果就在最近这两天韩国方面着急忙慌的找美国商议 说咱能不能一下子把未来几年的驻韩美军的协议再重签一遍 而且我们愿意提前给钱一下子给你个三五年的 韩国人财大气速到这么状态了吗 要知道一年的费用也有十几亿美元 韩国人为什么要一下子交这么多钱呢 因为他们看到了特朗普卷土重来了 美国那边共和党在爱荷华州的初选刚刚结束 不出意外特朗普大获全胜 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 特朗普拿到共和党初选门票几乎是一定的 在这个状态之下全世界都非常担心 今年11月份的投票 特朗普绝对会卷土重来 2025年特朗普会重新成为美国总统 于是韩国马转了 大家记得吧 几年之前 当特朗普刚刚当上美国总统之后 他马上就和韩国狮子大开口 特朗普说 驻韩美军的军费一年才那么几个钱 太亏了 连给这些美国军人开工资都不够 所以特朗普特别搞出了一个特朗普公事 他说我们美国人到韩国到日本去驻军 我们是去赚钱的 不是去花钱的 他要求相关部门算一算 驻韩美军所有人员家属的工资 加上设备折旧 加上演习费用等等 然后把这个费用乘以二 再和韩国谈军费 特朗普说 只有乘以二呢 我们等于才过去赚了点钱 如果不乘二的话 那美国人不就亏大了吗 结果特朗普的狮子大开口 一下子要和韩国要几十亿美元 所以韩国人这次学聪明了 要趁着民主党还在台上呢 赶快和美国商量 干脆一下子签个三年五年合同 而且一下子呢 把这笔钱都交了 等到2025年 特朗普如果卷土重来之后 一看合同 人家已经预付五年了 已经涵盖你整个总统任期了 你在狮子大开口和韩国要钱 你没有道理的 要说韩国人这个小聪明 还真是非常的及时 但是透过这件事 我们也看到啊 全球各国恐怕都要做好准备了 因为很有可能 今年年底 明年年初 特朗普就要卷土重来了 而且特朗普那个形势风格 过去几年 我们都领教过了 恐怕要感到担心的 远不止一个韩国呀